在2017年去年11月 他借殼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CDR的模式 所以他用借殼的方式 借殼的江南佳節 那他的股價就一路狂飆 連拉了18根漲停 一直到今年的2月份 才把股名改成叫360 所以回來掛牌之後感覺都不錯 而且接下來 包括像百度跟阿里 也可能在下個月份 就會用CDR的方式 回來做這個A股的掛牌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陳彥 FII這一次 大家想說他的本益比只有17倍 是不是比市場預期的低 代表這個市場上好像 認購沒有這麼的熱 怎麼觀察 好 其實首先我們先從產業面來看 因為 鴻海其實只有富士康80%的股份 他也把這個很重要 這個大K剛才提到的這個 Apple跟亞馬遜的業績 帶到這個地方來 更重要的是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是FII換股方式 所取得的這一掛的 等於是說整個 我們這個股子股孫 全部變成一掛的一個集團 在內地這邊發展 所以他在內地上市其實是 我們可不可以說是2025裡面 惠台措施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標竿 那當然在發行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發現了幾個有趣的地方 從大K剛才講的360 我們就可以有一種期盼 哇那會不會有很高很高的本益比 這下不得了了 大家都開始講哇23倍 你看過去這個這個 上來A股平均本益比有23倍 我不要用這個75360來看 我就用這個23倍來看 可是為什麼掛出來 既然只有17倍 發行價格13.77 發行後EPS是0.8057 其實在這個地方 大家當然都有一些疑惑 但是我們先看幾個例子 左邊這個是環續電子 瑞光的子公司 對 右邊是惠鼎 對 聯發科的子公司 那當時因為他們兩個在發行的時候 本益比都達到22倍 22.73 這邊是22.99 欸 蠻穩合23倍的 也蠻穩合23倍 而且當時其實環續 發行以後掛牌 其實股價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那惠鼎也是啪啪啪衝 那為什麼不能比照 其實有幾個因素 包括第一個 因為富士康本身的市值是比較大的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大家都沒有了解 郭董這一次心裡面打的算盤 我們都想說一上市就撈錢 對 其實大家想說IPO的時候 第一個價格越高越好 或本益比越高越好 就是用股票換鈔票 對 那不是越高越好嗎 對 其實真正來講應該是 這個先IPO順利是第一點 第二個才求這個價格比較好 沒錯 因為假如說 我現在IPO的價格太高 會不會在認購發行期間 沒有人願意參與 那這就好笑了 因為還要調低發行價 所以這一次的本益比壓到17倍 對 反而是郭董故意的喔 策略 非常有智慧的策略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會不會如果我太高 真的上市以後 股東套牢也不好看 對 而且其實 大陸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上市以後股價持續 上升 他們可以發行一個叫做 綠色鞋子的option 叫Green Shoe的option 選擇權 選擇權 就是我還可以在超額 用選擇權的方式去認 那是不是更漂亮 等於說他用17倍的本益比上去之後呢 之後買盤會比較熱 因為現在本益比是23倍嘛 平均本益比大概只有17倍 反而會吸引新的買盤進來 對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個是4月以來 這個A股所IPO的四個例子 當然它的產業不全然跟FII一致 但是我們去看一下 像這個沃格光電觸控面板的 它當時發行本益比是15.68 發行價是33.38 你看一上市就一直鎖漲地 一直鎖一直鎖 鎖到現在 以目前本益比來看 以現在最新的收益來看 差在31.9 但是它股價上升的幅度很驚人喔 所以低本益比掛牌 然後但是呢 慢慢會追上去 對 然後再看這個文燦 它是做模具促建的 其實跟鴻海金幣早期在做的事情很像 對不對 它掛的本益比是22.99 一上來砰砰砰砰砰 爆衝 這個是博特利斯做汽車安全系統 4月18號發行的時候 本益比也不到20倍 也是低本益比來掛牌 但是你掛上去每天鎖漲坪 這邊有K線 只被文字擋到而已 其實這邊也是連續漲停 對 連續漲停 對 從這邊開始 OK 然後這個是雅浦股份 當時發的本益比其實也不高 如果這種18倍的本益比 其實以A股來看真的是很低 可是各位看 原來美國在這裡 就是每天漲停 每天漲停 然後一路拉到現在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背後有另外一個 我們覺得值得期待的就是說 好 低本益比 任購順利 發行非常順利 大家搶 搶完以後 上市以後 會不會一上市胖 衝上去 我們希望它的本益比 就有可能來到 從上海A股 整個電子股的一個本益比來思考 目前市值最大的是海康威視 其實如果富士康 照發行的這個價格上來的話 它的市值介於這兩個中間 大概2700億左右 所以其實你說按照 京東方跟海康威視 目前的本益比大概20到38 所以它其實衝到這兩個中間 還有很大的空間 我覺得很合理啊 我覺得很合理 而且再來我們去看一下 以現階段來講 A股 FII概念股裡面 這些都是FII的概念股 都是跟它有業務往來相關的 我們看一下目前這些股票 因為這都已經上市了 它的這個本益比的部分 都蠻高的 這個特別的我們不看 極端不看 其實各位注意看一下 都30幾倍的本益比比較多 其實都三開頭 而且你說 像這個市值也有500多 你說特別小也不會 所以都有到30以上的話 那就鴻海集團本身在 台灣的股票來講 如果FIA掛牌 就像你講 17倍的本益比開始往上拉 假設拉到平均23倍好了 代表它股價往上升 那鴻海集團在台灣的本益比 有沒有機會做一個比價 其實大家現在都一直跟鴻海比 都把它跟鴻海比 然後就會覺得 可是你看 鴻海下才10.56 好沒有錯 第一個 它已經比鴻海的本益比拉高了 這是一件很漂亮的事 再來我們再去看 其實相關業務的部分 它的本益比大概340 就跟FIA類似的網通等等 對已經有340 所以我還是覺得 能不能帶動台灣的這些股票的 本益比整個拉伸 這個我們要觀察 但是反而有可能 FIA現在的低本益比 等到上市以後 大家才發現說 哎呀這樣子真的是 這個太低估了 然後後面整個往上拉 我覺得可以去思考看看 好這個是FIA部分 不過呢 剛剛有提到這個 鴻海最新的營業報告書 也出來了 當然郭董裡面 除了提到說這個 會未來做大數據 人工智慧 工業互聯網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因為他 鴻海在6月20號召開股東會 所以 通常是前一個月左右 都會公布最新的營業報告 那裡面除了講他 未來要佈局的情況之下 其實他有提到一些 要大家比較小心的部分 第一個 全球經濟的部分呢 他說因為現在要特別留意到 通膨跟升息的這個不確定因素 但我們節目一直在做這個專題 那另外呢 他特別提到中國經濟 他說因為中國經濟現在 受到這個調結構的一個影響 連IF也預估 中國大陸的經濟有可能會放緩 這是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另外他也提到這個 升息跟通膨的 還有這個失業率呢 跟成長變化 在新市場也會發生 那郭董提出這幾個警訊 你怎麼觀察 其實基本上 他 因為在我們節目裡面 我們也一直在提通膨 包括 10年債的一個殖利率的問題 還有升息到底三次 四次的一個問題 升息速度不確定 這個是確定 那當然大家一直在講 GDP放緩的問題 我覺得確實 我們從數字來看 其實2010年當時的 GDP的一個年增率 在這個地方 那當時其實都有到 這個7啊8左右 大家都很期待 可是現在其實都一直維持在 6.5附近 6.5附近 相對整個年增率是放緩的 不過因為他base也越來越大 不過因為他base大了 然後他的整個數字 絕對數字是驚人 所以雖然放緩 但是我覺得 這個以整個經濟體來講 他的整個消費力各方面 其實還是相當機能 內需還是非常強 對 但我覺得這句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科技 產業生態的結構的變遷 因為我們從這個中國官方 所發布的這個 非製造業跟製造業的 裁購經營人的數字來看 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因為這幾年 這幾年其實製造業的裁購經營人 就紅色的這條線 對 他一直表現都低於 非製造業採購經營人這條線 這個也是在結構轉型上 要往這個方向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的服務業 基本上其實也慢慢的起來 也慢慢的起來 那所以變成是說 科技業還是要發展 尤其是2025中國製造這個部分 對 所以變成鴻海 所帶出來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他就把整個科技的重心 不是在像過去一樣代工了 不是在做那些 放在大數據 人工智慧跟工業互聯網這個部分 所以等於這個科技不是不見 而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精 然後專注在 越來越重要的這個數據 智慧跟互聯網部分 尤其是我覺得 各位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由郭董的口中說出來的 叫做區塊鏈 區塊鏈 叫做區塊鏈 所以區塊鏈未來的應用 是不是能夠擴展到其他各個產業 各個行業 這個我覺得也是郭董點出來 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方向